之前,郭富七包院出席活动时,穿着宽松,小富微微隆起,被以以怀而胎。 媒体采访郭富城时,他并未否认,只是笑着表示,多谢大家祝福,是开心事,默认交期已经有运。 近日,网络爆出郭富城近照,引发网友热烈讨论,照片中,郭富城的心发色异常亮眼。 有网友戏称,郭富城难道是燃风喜事惊喜爽,才染了这种颜色的头发? 还有评论毫不留情地表示,郭富城的新发色看起来,非常像一坨牌羡物。 不过很快就有粉丝表示,这个发色是郭富城,为了演唱会,当然的,也许平时有点奇怪,但在舞台灯光下非常好看。 今年已经53岁的郭富城,其实也并非第一次,被爆出这种独具特色的造型。 之前的演唱会中,郭富城还曾染过红色头发,并且不是常现的暗红,而是荧光粉红色。 白色头发郭富城也曾经尝试过,并且还同时将眉毛也染成了白色,当时也引起了许多讨论。 不少人表示乍一看感觉郭富城已经年轻苦戏。 其实郭富城并不是首次尝试白色头发,他年轻时曾经出演一部电影。 在电影中,郭富城就以一头银白色短发,蓝色瞳孔的形象使人。 许多网友看到图片后都纷纷表示不敢认,认不出来。 郭富城年轻时相貌英俊,五官英挺,开称美颜盛世,还曾经以郭富城头一领了两岸三地的时尚潮流,是当时的时尚标志。 然而依旧没有逃脱港星中年变丑的魔咒,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反对,趁郭富城并没有变丑,现在也非常有成熟魅力。 不知道你对郭富城和他的最先造型,有什么看法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